那过几天的武士寿宴 那过几天我武士寿宴 你能来坐一会儿吗 看吧 走吧 你多像人一点 这个都太不像你了 所以你就希望你的孙子能像你 这个就是我完全默认 后来又访了 是不是 就是给人感觉就好像是个好人似的 结果一点都不像 我看前半段我也觉得肖青妍像是个好父亲 因为你太想得到你这个儿子 就是说想要好好你儿子的那种心态 那么大家觉得肖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